Hello大家好,我是六财 过万年了,咱们也开工有段时间了 不知道有没有姐妹还是不太能够进入得了工作状态的 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波 我一直在用的一些办公好物 能够帮我们提升工作的状态、效率和幸福感 那第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腰靠 它就让我感觉我坐在椅子上往后靠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 因为有很多办公椅腰背这一块都是空着的嘛 这个腰靠呢,你正面看它是一个梨形 侧面看它是下面厚,上面薄的 这个形状就是能很好的填补腰后的这一块空间 因为当我们人靠下去的时候 你肯定不是这样直挺挺的靠下去的 人它是有硬倾斜的 所以这个下厚上薄,下宽上窄的这个设计 你就会感觉到它是比较贴合的 能够拖起我们的腰部 并且包裹性也是比较好的 然后它里面是记忆棉的 所以柔软度呀,还有回弹度都是很不错的 然后它后面还带了一个可以调节的松紧 可以根据咱们这个椅背的宽度去调整 直接绑在椅子上 因为有一些办公椅它后面是落空的嘛 这样就不会说靠着靠着 你这个垫子直接掉下去了 然后它这个外套呢,也是可以拆卸的 可以拿下来水洗 这样就能够一直保持它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 咱们打工人是一定要有一个比较舒服的 工作姿态的 能够放松我们的腰背部 然后这个呢,也是已经给大家开团了 第二个是我去年给大家分享过的这个支撑架 我现在办公室也换成了它 因为它是两用的,就是可以放电脑,也可以支撑书 我觉得它是更方便的 是可以真的解放双手,保护颈椎的 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个电脑给支撑起来了之后 你是可以平视前方的 不需要一直低着头办公 然后它另外还有一个阅读模式 我们可以把这个挡板卡到90度之后 再把书放在上面 它挡板的侧面是有两根书夹的 把这个书夹拿起来,它就可以抵住书页 那你看书的时候就不用一直用手去扶着书 而且眼睛可以平视前方 后面这个挡板也是可以随意调整到你想要的高度 而且它是实木的,质感是很好的 颜值也是很高的 包括家里有小朋友的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读书架来使用 我觉得使用性是非常高的 第三个是一个收纳盒 这个是在你家买的 而且非常便宜 没有寄促的话应该是6块9一个 它后面带一个小挂钩 你可以把它挂在这个挡板上面 它就不占空间 也可以直接把它放在办公桌上 因为这个样子比较简洁嘛 不管你办公桌是什么风格 它都是能够搭配的 而且它的容量是真的很大 就是你的一些常用的笔啊 文具啊 办公用品都可以往里塞 我觉得把它做一个小型的桌面垃圾桶也是可以的 算是一个比较平价的收纳好物 第四,加热杯垫 这个是我一年四季都会用到的 因为我经常会在办公室泡各种茶喝 但是泡完了过不了都有一条凉了嘛 所以我就会用这个杯垫来一直温着茶 不让它凉 它是有三个温度的55度65度75度 你可以选自己想要的那个温度啊 一般我是会用最高档比较多一点 然后它也不挑杯形 就是像这种玻璃杯啊 还有陶瓷的杯子 不锈钢的塑料的 它都是能用的 就还是很方便的 然后刚才说到喝茶 因为我不太喜欢总是喝白水 所以我会根据每个季节的状况 带不同的茶饮去办公室喝 然后最近因为刚复工嘛 就是老是打不起精神还想放假 所以我最近喝的比较多的就是咖啡 还有这个黑虎桥茶 咖啡我是比较喜欢这个于田川的胶囊咖啡 它喝起来就还挺香的 没有那么那么苦 并且也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你直接兑水 兑那个厚椰乳 还有牛奶都是可以的 然后它的种类和口味也是比较多的 并且价格没有说很高 所以我觉得它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苦桥茶呢 是因为过年真的吃太油腻了 我最近吃的就还比较清淡 在调节肠胃 黑虎桥它的膳食纤维 还有氨基酸都是比较丰富的 可以促进我们肠道蠕动 所以我最近就喝它还比较多 它是没有茶的苦涩味的 喝起来就是一股脉香味 这么一小袋也是足够喝一天的 因为它泡到四泡五泡都还是有味道的 第七就是这个酒光贴 它是一个阵痛舒缓的膏药 因为我颈椎病比较严重嘛 可能有时候工作者突然就会很痛 我就会马上贴一张 而且我皮肤比较容易过敏 就很多膏药贴一两个小时 就会很痒 这个就不会 它是完全没有刺激的 最主要的是 我觉得它阵痛舒缓的 这个功效是还不错的 它贴上去是凉凉的感觉 然后过一阵子 你就会马上感觉到 有很明显的缓解的效果 所以这个我是用了很多年了 一直都没有换过 但是每个人的肤质体质不同 你可能贴上去的感受 会有些许差异啊 但是它对我是真的非常管用的 最后是一个减压的小神器 它是一只可以随意捏的猫咪 就是你把它捏出来的时候 它会变颜色 然后也不会被捏破 再使劲都不会 手感就好像那种硅胶一样软软的 就是当我在工作中 真的遇到非常不开心的事 或者是我觉得压力很大 很EMO的时候 我就会拼命地捏它 我觉得是能够释放到一些情绪的 然后我不用它的时候呢 就会把它摆在一边 当做一个小摆件 这个也是跟了我好多年了 然后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也是开年第一次给大家做好物分享 希望能够帮助你们提升工作效率和状态 早点下班回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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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